Timothy就問,即前應該怎樣部署呢? 那升又升了不少 還有聯通的派息也吸引 中移動也有少許受到帶動 如果未有貨的,即前應該怎樣做呢? 未有貨真的很難搞 對,好像我這樣,未有貨 那怎樣呢? 升到來這些位置都未有貨 因為之前50元以下都會任大家去買 我都說了百里幾色不買等何時 升到上來,我想這一轉就炒兩樣東西 一來就是剛才Randy也說了 762,業績OK,派息OK 扯了941上去 而941未來都會出業績 可能有個帶動 二來北水肯買,變了帶上來 現在這些位置是有少許尷尬 因為大家明白 941都是波幅 很難出現一個升浪 所以你問我 如果我打算用來炒業績 我就覺得你跟其他股份一樣 你只有一些股份 究竟他會不會再升高一點 如果你說從收息角度去想 你真的覺得這些位置 好不好,算不舒服 百里左右 說真的,你問我 百里是舒服的 只不過是說你被人賣貴了兩元 之前49、48都任你買的時候 變了你現在才醒覺 我要買來收息 那你不如先買半柱吧 如果你打算是買分幾柱去買的時候 始終可以做一個分柱的情況 如果真的出業績之後 又炸下來的時候 你就之後才再慢慢流下 再慢慢吸納 不然你真的可以做什麼 不然你會不會再升高一點 不然你會否真的 不然你不是沒用 其實怎樣 不然你要誤高一點 不然你不要再升高一點